大哥帶我們去環島 好 你還是幫我講的話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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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轉右轉黑湯高 都瑞咪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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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趟剛剛來幫忙攔一下 第三天 最後一天 我們離開台東 現在要去花蓮了 兩個炸彈送油餅 在這個路上最辛苦的就是 大哥 潘阿峰大哥 那我給他一個愛的故障 有網友問說 我們這三天計程車是不是包車 是的 但是我們還是有在跳表 就是我們想要看跳表的價錢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是一群人然後從國外來玩 就是有不錯的選項對不對 我把我們這一次的包車的公司貼在影片底下 繼續來 然後等一下到花蓮呢 我們有預約一位花蓮的娃粉 他要帶我們去吃午餐了 你好 你好 姓徐 職惠雙人徐 那請問你幾歲 我才18歲 那你是哪一部影片開始看我們的高音吧 很久了我也忘記 那你怎麼想走第一部影片走 最喜歡的是Seven吧 那你常常吃Seven嗎 嗯 真的喔 那你最喜歡吃Seven的哪一個 我有吃那個你最近推薦的那個烤雞素食的那個 那超好吃 對那真的很好吃欸 運動完吃很爽欸 那很好吃 我原本是設計的 我原本是設計的 可是我應該會想要做設計的 設計是什麼意思 你在畫畫的嗎 學設計 高章是讀 多媒體 那怎麼會突然想變財經 感覺財經很無聊 因為財經感覺可以收很多錢 喔齁 應該是說 因為我阿公都是 他們都是走這塊 我媽媽他們都是走這一行 賺了很多錢可以帶媽媽出去玩 喔 小孩好早熟喔 然後推薦我們的餐廳叫做自然 那它是一間怎樣的餐廳 它是吃麵疙瘩 滷肉飯 蘿蔔湯 它就只有三種 因為我很挑食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講我覺得蠻好吃的 那些西服以前是在改衣服的 就是可以改制服啊做制服那種 就是後來因為那個阿公他很老了 然後後來好像是我哥哥同學就想說 因為那個對他們來講都蠻有紀念價值的吧 所以他們就把它買下來 現在就做這種產品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 你們應該網路上都找得到 像什麼根壽司 不然就炸彈 蔥牛餅 可是應該很多人還很久 沒關係 喵喵會去排 我們昨天在 然後我們從台東買的伴手禮要給你這個 這個我超愛吃的 真的 到禮拜我才吃一包而已 耶 那你今天又有一包可以吃的 謝謝 而且還有高高跟米欣 這個牌子是最好吃的 陽記 到了就在這邊 有看到嗎 那個很小的那個 智楠 它的招牌都沒有換掉 還是那個超級 我看到了 對 真的是做制服的店 那這樣誰知道裡面有賣肉飯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它是在賣便當的 不然就是長這樣 很輕 哇 這個好可愛 超旺 哇 很鬆耶 好香 好香 粉的肉是大塊 好香 妳在跟他接我 超癢 但是我得不是滷肉飯 很讚 欸 滷老闆 對 你的店開多久了 才半年了 才半年 對 才半年 才半年 這樣比較好 滷肉是跟一般的滷老闆裡面 太一樣了 對 它其實瘦會比較多一點 吃起來會比較有肉的口感 食譜的配方是你的嗎 我阿姨 然後他在台北開 他在市場開店 然後因為他近幾年可能要退學 他只待在哪裡 你是不是想知道是那個 你是不是想知道是那個 他還在身裝 有一個市場 它裡面 就是大家混著韭菜 對 韭菜 我喜歡就是 黏黏的 黏黏的肉飯 膠質感很香 謝謝老闆 很好吃 那你猜它幾次 你猜錯的話 等一下是最菜的 不要下粉絲 2 3 那你猜我幾次 剛好逆 有一個小的 對 25嗎 屌 有沒有 然後長 你23 我25 然後你 24吧 好啊 都趕快 對 在猜 我覺得他比較老 有沒有覺得 我有沒有覺得 應該24吧 你24 我23 你想要先聽誰的 等一下 聽我 我今天幾歲我還... 我沒 2 真的喔 我23 你可是你是最接近的 可是我比他太多比他老耶 你可是我保護這個的啊 對的 要換你 你自己講幾歲 我覺得他一直要吼下司的 你知道嗎 你要老老貓咪 他的保養就是不洗澡就睡覺 不洗臉 你喝紅茶我吃馬卡龍 走 我不要 馬卡龍 剛買的牌是馬卡龍嗎 超愛吃這家的馬卡龍 對 黑糖糕要來這邊跳鋼管 明天開始 在這邊跳鋼管 這邊 聽說你比較喜歡我喔 對 我比較喜歡他 那給你包一下 好 最後的路 我以為他更軟 他型黑糖糕好硬 他型黑糖糕好硬 沒有啊 你性比較老 他應該要老了 他應該要19歲 拜拜 拜拜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哇 好美喔 你看我都去第 看我的去第 比較少人喔 往中南 都沒人耶 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吃吃看就知道了 很帥喔 好棒喔 早在那邊騙啊 我來吃吃看準備做功德喔 這個看起來也是蠻好吃的 而且它比較有空真心的對待 每一個蔥油餅 就是應該會 差很多 這個蒜頭味很重 差不多耶 而且它的油都是乾淨的 對啊 爆了爆了 不跟你講 下次來就可以吃了 下次來花蓮我就吃著姐 你們慢慢排隊吧 我懂耶穌 我們目標有三個 一個是補鴨 一個是林肯香腸 一個是冰雪雪花冰 冰起來都沒有什麼正餐 都是想吃的 我們都是小鳥味啊 不知道我最想吃這三個 而且我都沒吃過 我也沒吃過焗烤的香腸 有好多口味喔 林肯開的焗烤香腸 林肯是那個總統林肯 我要吃蒜泥的 我想吃芥末 它就是鴨肉做的排骨酥啊 對啊 好酷喔 外觀也長很像 不知道很像 我製作出來它是鴨肉耶 它是胡椒加好多 我想要照 每次必嗆到 我們在一家 這個冰雪的雪花店 很多觀眾都有推薦的 跟士林的那個冰店一模一樣 就是很像士林的那種 古早味 是記憶的那種 而且還蠻多人進來吃鹹食 會不會讓好吃的其實就是冰 然後呢在這家店不可以帶外食喔 如果帶外食的話要收30塊 所以我們決定要占最大30塊 剛剛的林肯香腸 不是蒜泥味 很快 很快 鴨烤哇塞 我以為哇塞裡面有鴨烤 沒有 我幫你鴨烤的 每次吃過這種味道呢 香腸 它跟一般夜市炭香腸不一樣 因為就是很多夜市香腸 就是中間會有那個正方形透明的那個顆粒 然後它的很少 就是每一口都會咬到很紮實的肉 我們又只有雪球 看起來不太好吃耶 就是小瓜瓜 CP值很高的味道 非常像芝麻 Oreal的味道沒有很重 已經被攪成粉末 放在裡面了 好歪好歪 這家店獨有的 海苔肉鬆 牛奶酒 我鼓起勇氣吃看看 我覺得肉鬆還算蠻安全的啦 不為何因為肉鬆反而是甜的 就越攪越鹹越攪越鹹這樣 好歪好歪 到家了 辛苦你們了 現在一杯酷白 終於到家了 快累死了 現在我們是晚上 12點 12點 有真實 沒有力氣喔 所以我們這一趟計程車環島到底花了多少錢呢 輕鐵單 一天一萬 差不多 但如果你是包車的方式呢 你可以跟司機談好一個價錢 就是看你們總共要去哪些地方 他會給你們一個價錢 然後呢 你就不用管司機的吃飯 也不用管他的住宿 司機會自己解決 那個價錢都是包含在裡面這樣 整體來說 會比票比較划算蠻多的 而且你也比較不用有壓力嘛 你看那個表現 這樣其實心裡會很骯髒 所以整體來說 你喜歡這次的環島報車旅行嗎 喜歡 那這三天你吃過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嗎 花蓮的自然 真的太好吃了 我很想要再回去吃500次 可以去新裝就阿一樣 感謝我們這次熱情的帶路 還有恢復我的IG限時動態 讓我們順利完成這次的環島企劃 因為這次影片呢 純粹是以計程車環島為主 不是以美食為主 所以希望下一次呢 會有更詳細的美食環島企劃 比較詳細可以吃到每一個東西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詳細的資訊 喜歡這次的企劃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鈴鐺 追蹤IG 下次再見掰掰 大哥可以開快一點 可以開快一點 可以開快一點 大哥不要追蹤了 有一隻喉行耶 空拍時在校準 再見 掰掰 啊是蟲環嗎 不發動 是蟲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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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還是蟲環嗎 是蟲環有好吃耶